OK,咱们继续来看比赛,观战方的话是一手丽女儿,对战方的话是武装怪,开局观战方一手小飞机直接骰出去,打在对战方人物身上的话也是非常疼,四前选,对战方的话这个武装感觉有点脆呀,观战方人物继续拖, 观战方孩子没有事做给自己补一手鬼眼,这个孩子的一个鬼眼不知道加不加这个靠风,应该是不加,应该是不加,对战方追子想控制一手没有控制住,对战方人物继续拖,从现在来看的话对战方是占有优势的 观战方五龙丹,解开自身的一个人,补一手魔剑,观战方这一回合的话应该是要飞出去,三千切,四千三,打在对战方人物身上两千, 观战方的话其实也是没有起buff是吧,也没有叠半天 观战方还是补一手魔剑,对战方继续控制一手没有控制住,观战方来一手漫天花园,漫天的话好像最多可以叠加三四次是吧,三次还是四次,这个伤害 场上来到第七回合,观战方也是日月乾坤,一直打乱观战方的一个出出的一个节奏 对战方给观战方丢一手放下毒刀,观战方人物继续戳,拉一手顺法的一个炎魔神 这个炎魔神的话确实有点个性,而且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宝宝 这个主要的话是炎魔神他经过几次这个宝宝的一个模型的一个更改,并没有发生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看一看观战方这只炎魔神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小小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个出击 大火,疯狂烧,出法莲,差一点点带走对战方的一个前板 场上来到第十回合,感觉对战方的话想赢观战方还是略微有点困难 对战方拉一手,去灭 怪战方请解开自己,去迷赛跟着秒出去 这把烧了两千千,法莲烧掉对战方的一个后盘 这把这个炎魔神的一个表现的话确实是可圈可点 观战方人物也跟着飞出去,这样的话这一回合给对战方造成的一个输出,是成敦的啊 这一回合的话对战方场上的一个宝宝瞬间瓦解,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只炎魔神的话也是疯狂在神 这个虚异的一个血量,正好保证在对战方这个宝宝一回合清不掉 管战方继续秒出去 管战方人物被封中的话也是没有什么事可做,丢一丢铃铛 这只虚弥的话也是被对战方重攻带走,双方场上的一个局势现在有点拉扯 对战方真阳另起,给到童子,观战方继续飞 观战方是有鬼眼的,所以对战方这只隐功的话,在观战方面前,是吧,就犹如指一样 观战方只要蹭一下,只要不神的一个情况下就没有问题 所以对战方也是尽可能的给对战方这个隐功创造一个输出的一个空间 把观战方给控制住 对战方的一种 现在场上观战方的一个单位有点残 反观对战方这两个宝宝输出都非常高 这只虚迷的话继续秒出来 没有秒到观战方的一个人 但是触发了一只法联 观战方场上所有单位集体残血 这样的话观战方 对战方 如果我是对战方的话 下一回合我会力保对战方这只虚迷 没有办法 被观战方锥子给控制住了 对战方有点瘫 继续补分光 观战方再拉一手虚迷 想反吃掉对战方 场上来到第二只规格 双方这把打的比较焦灼 观战方被打出了163 这把的话 这把是吧 观战方有一手 用一手这个小飞机 扯掉对战方这个虚迷 这样的话对战方是吧 有点难了 对战方手里能够用的一个输出宝宝 应该是不多了 可以看出对战方最后拉出这只虚迷的话 是一只化魂 这个化魂的话是吧 这个质量应该就不是特别高 因为打到后面的话 这个宝宝应该就不够了 反过观战方 这种虚迷的话还是非常多 观战方的一个孩子逃跑了 观战方继续飞我 对战方的一个宝宝也被吃的差不多了 对战方手里只剩下一只宝宝了 虚迷再次给对面人物补伤害 寡战方两只大法 每回合可以给对面造成不俗的伤害 对战方的话 现在是丧失了一个青宝宝的一个能力 场上来到第25回合 对战方拉出最后的一只配送 对战方拉出最后的一只配送 对战方的一个配送在这边拿走 对战方起一手生死蝴蝶 对战方的父亲 哦 对战方的父亲 对战方的kraoster 对战等 啊 啊